BTS的入伍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成员们都已经接近服役的最后年龄 尤其是31岁的大哥Gin 入伍的时间更是一言再言 直到最近经济公司表示 Gin即将入伍 他已经撤回了延期入伍的申请 之后将按照兵务厅的入伍程序 去服兵役 而其他成员也会按照各自的计划 陆续入伍 这段时间成员们一直在讨论 当兵的具体规划 也希望在2025年就可以看到 BTS玩整体回归乐坛 最强昌明在2019年的时候 第一次爆出恋情 随后第二年就宣布结婚 如今昌明结婚两年后 也迎来好消息 SM娱乐公布了 昌明当爸爸了的喜讯 他的妻子已经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 母子状态都很不错 而昌明也一直陪伴在身边 从恋爱 结婚到怀孕生子 昌明都把另一半保护得滴水不漏 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他的任何信息 让粉丝惊叹不已 恭喜昌明当爸爸啦 所属经纪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男猪贺结束正在拍摄的作品之后 预计将在12月入伍 虽然国防部还没下发入伍通知书 但男猪贺和公司都以12月入伍为目标 在做着准备 男朋友目前正在拍摄新剧 计划在11月中旬结束拍摄 目前也在整理广告和拍摄行程 虽然还没有准确的入伍日子 但已经开始舍不得男朋友了 周斯拉菲前不久才发行第二张迷你专辑 回归月谈 但没想到传出成员 精彩员和许云珍在乘坐车辆移动的过程中发生车祸 虽然大家在当下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还是立刻前往医院就医 而两位成员只有轻微的肌肉拉伤和挫伤 但医生判定需要暂时休息 因此经纪公司决定取消两天的打歌节目行程 粉丝谢明慧也会延期 希望两位美媒早日康复 日前有网友贴出和热爱过Vendy的对话截图 内容是Vendy拜托粉丝不要买好几张专辑 只买一张就足够代表心意了 原因是他不舍粉丝花太多钱 宁愿粉丝用这些钱照顾好健康和家人吃好吃的 Vendy还承诺会向公司建议 希望专辑和小卡都出一个版本就好 这样粉丝就不需要买好几张专辑 这样软心的Vendy谁能不爱呢 GUNG 先追上加热爱上 这是要尊重的 我本人的爱上 我本人我们不稍和 我本人想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